Leo聊世紀 天天有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維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是比較特殊的 步兵文明對步兵文明 來看一下對手 這邊是尤布丁對上MBL 先來看一下12點方向 尤布丁是知名的台灣的選手 但是他現在已經退出了TAG 現在是走單挑路線的 但是他這個單挑路線呢 現在的分數已經高達了2500分左右了 所以現在已經可以遇到MBL他們了 甚至連DOT和WIP都遇得到 連天空手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尤布丁也算是台灣四季帝國 這個 數一數二強的單挑選手了 那羅馬人他的特色 我們先來講一下 他的特色是他的收集 資源跟修理跟建造都5%的加速 而且羅馬人的步兵鎧甲 每點一次都是雙倍效果 所以他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防御率會升得非常快 甚至連槍兵都是坦度十足 那羅馬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 步兵跟騎兵路線 攻兵路線稍微不太行 沒有這個拇指環也沒有安息人戰術 馬攻路線不太行 奴兵的話也沒有強奴 但城堡時代跟風劍時代 還是可以考慮走這個 攻兵路線 但是到了地龍時代 還是要走步兵跟騎兵為主 那儒號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MBL選擇的文明是維京人 那維京人的特色呢 是他有免費輪軸技術跟手推測 所以他算是世界國上 經濟發展最快的文明 那維京人他的特色呢 是步兵工兵路線是比較強悍的 步兵路線呢 他有這個血量加成之外呢 工兵路線呢 有這個狂戰四棒 可以讓強奴加一點傷害 來到11點傷害 雖然他有這個維京狂戰四棒 但是他並沒有這個拇指狂 所以他的攻兵路線 會稍微弱了一些 但是有這一點傷害加成 要射穿對方的騎兵 其實算是蠻給力的 那後期的部分呢 可以點下這個銀罐 球長科技 可以讓自己的步兵 打騎兵的傷害再更高一點 所以其實維京人打騎兵文明 是很強的一個選項 所以維京人在打羅馬人的對局時 通常是會需要用到奴炮 或者是用這個強奴 作為主力 或是這個劍友 或是狂戰士 好 都是可以考慮的 騎兵路線的話 也是要看情況去出的 欸 結果游不停這邊 怎麼直接撞TC 還發達了一下 還好MBL家裡的TC 並沒有太多村民 好 拖了下來 好 游不停這邊 偷了一下織布 三招封建時代才研發 那MBL這邊是沒有偷織布的流程 正常的開農 那這邊 透了一個織布 游不停的經濟 好了一些 好 22 我的資源有點多 哈哈 好 那游不停這邊已經開始撒農田了 那MBL現在的情況是 一農一木開農上去 走了一個開農流程 好 開始輸肉麻了 好 肉麻來這邊偵查一下 火箭在這裡 槍兵直接往外走 好 那現在MBL看能不能用槍兵戳到 攔截一下 就很賺 有喔 有機會 一槍拿下 哇 這一槍戳下去 直接殘血 兩隻肉麻殘血 這樣騷擾村民就很困難了 那這邊村民只要 直接爆船反擊這些肉麻 血量就會掉很快 好 好 所以這個前行 能戳到個一兩下 是很關鍵的事情 好 槍兵走過來 看能不能牽制一下 對方的槍兵 讓自己的肉麻有輸出空間 好 這邊上高地 反擊 收純 被射掉 槍兵 尷尬了 MBL 現在 是沒有太理 油布丁的感覺 兩邊都是打一個 槍兵 配上肉麻的 開局 那這邊 在這個時間點 要觀察 是對方 有沒有去轉 挖金礦 轉工兵 如果沒有轉工兵的話 基本上 只要轉射箭場 這個 毛兵 就可以擋住對方的槍兵大量戳過來的問題 但如果對方真的轉大量槍兵戳過來 防守也是很簡單 好 這邊看到了 MBL這邊轉工兵了 先挖金礦 這邊12片鐵 其實不太能生成寶石 應該是要直接 轉工兵路線 好 射箭場 趕快補一下 補一下右邊 槍兵被戳了一下 好 射箭場沒有蓋好 決定要重蓋 好 這邊取消 拉槍兵回來打下槍兵 槍兵越來越多了 這邊就一定要轉一下兵會比較好 好 這邊提早挖金礦 工兵趕快按 待會工兵出來 槍兵就能守住 油不丁這一波打得很兇 肉馬出到六隻 欸 結果這個槍兵怎麼戳死了一隻村民 哇 油不丁家裡出現了一些小小的失誤 這一村被拿下有點虧啊 哇 這個肉馬繼續打兩邊的殘血 槍兵又戳到了一下 哇 油不丁這邊肉馬一直被槍兵戳到的感覺 好 油不丁過來 再抓 哎呀 這一波壓力給的很大 兩邊都是 完蛋 這邊肉馬 有點打不太贏 MBL 這邊 左邊要危險 MBL 危了危了 傳血的肉馬趕快收掉 這波一定要打一下 好 有槍兵在肯定打了 好 MBL發現對方 油不丁打得很兇 趕快補了一個箭塔 好 好 那現在油不丁左邊已經圍死 這邊要來圍耗了 那待會右邊防守 就比較輕鬆了 好 好 那這個就是打強軍事的優點喔 好 軍力一直帶著對方家裡開戰場 家裡就可以安心圍耗 讓自己的優勢變得更大一點 MBL如果沒有辦法圍家的話 就要耗費更多的心力喔 在做防守上 好 MBL這邊趕快點了一擊攻 好 好 羅馬血量掉了有一點多 現在油不丁的資源量呢 是跟MBL稍微持平的 好 聰明數看起來也是差不多 好 但是現在MBL有輪走技術的關係喔 所以待會再過一陣子喔 羅馬人的經濟喔 應該還是會被 維基人給拋下的 但是 羅馬人到了經濟的後期呢 他的這5%的採集的效率喔 其實到後期是蠻誇張的喔 呃 可以想一下這5%喔 是全部村民都有喔 呃 可以想一下喬治亞的這個強化教堂 給10%的工作效率喔 現在想想喔 羅馬人的5%的工作效率是真的很強 好 羅馬人MBL開始經濟慢慢反超過去了 可以看到這邊是一個細節的變化喔 那為什麼要知道這些細節呢 只要知道這些細節之後 就可以很清楚喔 知道你在對局中哪個時間點會有優勢 哪時候會有劣勢的狀況出現喔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些劣勢 去打出自己的更多的優勢出來喔 好 那現在槍兵過來一搓 可以收到這隻村民了吧 這個弓箭手也在後面射 沒問題拿下 烏布丁這邊貪心的偉大 生時代又偉大 這個其實有點 風險 因為通常 偉 生時代的時候 精可能要偉死吧 那他偉大的話 又只拿一隻村民 這邊又有那麼多洞口 那前面的兵力也沒什麼時候 很容易就被對方衝過來打一波 好 那MBL也知道 尤布丁現在在生時代的關係 現在盡可能去騷擾 現在家裡沒什麼病 那尤布丁一升上去 還是可能要先轉個騎士出來 雙馬就還是要補一下 他現在支援分布 是肉跟金會比較多喔 騎士的部分要趕快按才行 好 這邊是直接選擇轉弩炮 第四沒有打雙按 哇 那這邊尤布丁這裡很難受 木頭會有點缺 買了一百木 好 斷轉弩炮可以 在這邊弓箭手一直在射 臭明一直殘血當中 哇 又要帶十一吋了嗎 殘血的弓箭手 拿下 欸 這一吋沒拿下 弩炮正在製造當中 好 趕快修理 弩炮中出來了 這個兵要走嗎 拉肉馬去打 三隻肉馬去敲一敲 別讓他拉回來 有不定家裡已經在BBQ 又死了一吋 殘血的村民 還有一隻 但是後面的弩炮串燒越來越痛 這裡要撤退了 MBL這一波還是有點小賺 好 現在圍巾支援量已經贏了一千支援了 好 出來的騎士並沒有回家防守 而是來看看能不能抓到MBL的村民 但是家裡的洞已經補好 槍兵工兵都在家裡做防守 好 最後這裡的兵是直接在尤布丁的領地裡面 全部被射穿了 最後MBL有領先了大約七八村左右的資源 而且現在又有免費的手推車 現在 尤布丁就輸了一個輪走 又輸了一個手推車 村民術又輸 維基頓經濟直接起飛了 這個遊戲就是滾雪球遊戲 MBL這邊的雪球滾得有點大了 尤布丁這邊要怎麼反擊回去呢 選擇一個開農路線 當然沒有轉雙馬就出騎士 沒有雙馬就出騎士 那現在前期的兵力 給對手壓力就會很小 凡是MBL這邊的工兵已經成形 有奴兵 但是羅馬人有奴炮應該問題也不大 好 過來看一下這一波 按下 哎呀 穿得很舒服 羅馬的奴炮呢 價格非常便宜喔 而且他有這個最低射程的 這個 減免 所以就算貼到奴炮面前喔 他還是可以發射子彈的 所以算是奴炮的一個很好的效果 那後期羅馬人在點下野戰軍呢 可以讓奴炮的攻擊速度更快 而且可以獲得彈道血的效果 反正現在沒有彈道血喔 射得就有點歪阿 打騎士還是有點射歪 但是沒有關係 欸 沒有辦法 現在還沒有辦法 減免最少射程 好 穿掉這隻騎士 射得到嗎 哇 十滴跑掉 好 投車來了 奴炮最害怕的東西就是投石車 好 兩隻騎士 先來用點殘 MBL 這邊是圍巾 投車 加工兵 還有少量騎士 壓制打法 渦布丁直接3TC 開農 那現在渦布丁要打贏的話 現在也要轉投車喔 才有可能守得住 羅馬人的救贖思想雖然是有喔 但是這邊投資後期喔 並不是那麼的划算 因為後期也沒有神權政治 後期走生驴讓喔 也不是那麼的好操控 好 這邊還是按了一隻生驴 可以稍微防一下騎士 雷波牙制 MBL 打的有點兇 好 先來奴炮數量 好 先來奴炮數量 還有五台 對我現在兩邊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動作 OK 修道院也拆掉了 來看看這一波 投車 直接砸 直接砸 喔 就夠往前走喔 MBL這邊是有在控的 一個丟 差點丟到 又不定這裡是躲得很漂亮 現在 的狀況 看起來是MBL 還是比較有優勢的 三台投車 但這邊也沒有預判 右邊 右邊 判一個 哎呀 殘血 好一修 多不定這邊打得很謹慎 現在三個工程器製造所 也太多了吧 好 繼續按奴炮嗎 不是繼續按投石車 OK 這裡外圍建築物一個一個被拆掉 投車砸一發 換掉嗎 沒換掉 完蛋又被預判了嗎 沒有 緊張緊張 投車大戰 好 這邊又砸了一發 再換一下 Nice 火車回頭 有機會嗎 哎呀 直接被奴炮給打掉 哇靠 有不定這一個什麼奴炮陣 非常漂亮啊 直接串爛了 MBL的正面部隊 甚至連投石車 也被奴炮給串掉 好 但是MBL的經濟已經領先到 可以升帝王時代了 那帝王時代上去之後 MBL 要打什麼策略呢 走強奴墓線的話 打奴炮的話 優勢並不是那麼巨大了 原射程呢 就只有這個 八點射程 帝王時代 奴炮是七點 走這個 一點射程優勢 並不是很好 MBL這邊最好的打法 還是要繼續出投石車 一直砸 才有可能砸得完 哦 高達低 直接換掉兩台 弩炮還是怕投車的 這就是為什麼 弩炮怕投車的原因了吧 哇 直接一一換四 好舒服 再換個一台 五台 一換五 一換六 哈哈 有點慘烈啊 油布丁 OK 又換了一台 一換七 MBL 繼續投一換八 哇 二換八才對 這個 有點心疼了 好 油布丁這邊 看到頭車 中央沒有辦法 還是要斬一下騎士 好 直接用弩炮 直接硬 串 串掉了一台頭車 頭車還在弩無情輸出 換一下 殘血兩滴 哇 又是一換個 現在弩炮的數量只剩下三台 但沒有關係喔 羅馬的弩炮很便宜 儘管換 好 NBL走的是一個 強弩升級 三級射化學 該生的都生 好 直接要硬射 射掉了一台 但三級射其實還沒好 有三級射了 可以換了 三級射 就有這個射程優勢 待會再點一下狂戰士幫的話 射弩炮其實很快 因為牛胖的防護力高 如果多一點傷害 變成11點傷害時候 這個強弩效果很好 但是這個血量有點殘了喔 這個血量一直被換 完了完了 開始出現死傷了 雖然一直有在換 但是好像有點有壓力 好 騎士過來 好 差點砍掉 殘血的強弩 待會可以點個 有槽子了嗎 不過你 好像沒有欸 對 危機好像沒有草藥治療 好 投車再繼續炸 現在直接一個蓋寶 想要控制這邊的建築群 好 強弩直接射傳弩炮陣 現在看起來危機能 先別囉 還是比較優勢一點的 但是油布丁也確實靠了這一波壓制 讓經濟達到了平衡 兩邊經濟已經差不多 好 戰油布丁不甘施羅 繼續趕快F工程器製造所 想要再繼續建立新的這個領地了 那MBL有發現嗎 那MBL正面想要突破 對方的奴炮陣 好像有點困難 奴炮一台一台過來的送 但是也是打掉了非常多的強弩數量 好MBL發現了 左邊有更多的工程器製造所 繼續給壓力 哇 油布丁這是什麼 奴炮瘋狗流 我的天 好 但這邊還是有轉肉馬 好 這一波肉馬賺到了很多 奴炮又開始慢慢成形起來了 哇 這個奴炮瘋狂穿燒 這波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MBL這邊的頭子是 直接轉了大量頭車 好 這裡清洗兵 待會就可以找機會 把這些頭車可以抓掉 現在要稍微繞一下 好 MBL正面的部隊 已經來到了羅馬人的家裡 看家裡也是有一些奴炮作為防守當中 最好先把頭車可以打掉 OK 直接硬還 好 這邊是 頭鐵的 鐵頭油布丁 奴炮陣 加上清洗兵 清洗兵沒有第一時間去抓掉頭車 不然是這邊直接抓了實況者村民 他們過來防守 脫掉 奴奴出兩三七隻 好 後面又繼續補工程器製造所 這個到底是在瘋狗什麼啊 天啊 油布丁真的是鐵頭王子啊 就是要鐵頭 如果蓋一次沒拿下來 那就蓋更多 也不能說這套不好 就是有點像黑羅馬以前的感覺 鐵頭流 總而言之鐵頭A就完事 蓋就完事 造得更多就完事 如果打不贏就是數量不夠多的問題 好 OK 數量不夠我們就繼續補 欸 油布丁這招打得非常的有創意 應該說現在職業選手裡面沒有人會這樣打 最主要還是要走轉兵流程喔 好 那羅馬人他的肉馬是沒有大羅馬的關係喔 但是他有13級的鐵鎧甲跟古風爐 走騎兵路線喔 其實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可能不能走肉馬路線 如果不走肉馬路線的話 黃金要投資在騎士身上的話 可能還是要走百夫長 會比較划算一點 一般騎士來說 對於羅馬人 優勢並不是那麼的巨大 好 那現在MBL 繼續走回強奴路線 哪裡的部分 4台 欸 工程機器 欸 工程機器怎麼又蓋過來了 What What the fuck MBL你覺得 哇 這個台灣人是不是 有什麼 有什麼壓 太大壓力嗎 怎麼這麼 硬要呢 但確實羅馬人這樣打 奴奴士真的很舒服阿 大哥真的是便宜 好 這邊繼續串 MBL工兵確實 打這一些 弩炮是會有點有壓力的 但投石車出來 就可以稍微cover一下 問題不大 OK 投車強奴陣 超色物大戰 這裡看起來MBL 還一次能夠穩穩推過去 羅馬人 有不定能夠擋住嗎 這個衝車過來吸引一下箭矢的傷害 後方的 工程騎士到手轉出來的東西 是衝車 那我已經狂戰士出來了 好 這一波信息兵上去 先抓頭車吧 頭車先抓 Nice 抓掉 但是有兩彈筒炮 又倒地了 將盧數量剩下三級射 三級的工兵鎧甲 好 現在對於羅馬人來說 還是能擋住的狀況 但是MBL開始推進了 而且轉出了圍巾狂戰士 好 那投石車部分MBL要繼續補嗎 還是要強奴直接試到底呢 如果要用強奴試到底的話 狂戰士幫要趕快點下喔 新冠技術 強奴加一點還是差很多的 但是尤布丁這時候突然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勝利 哇靠 最後尤布丁出了109隻的弩炮 MBL出了100隻的強奴 兩邊都是破百的兵力 但是這個瘋狗流 看來是沒有拿下MBL 最後這個瘋狗流 是以失敗作為告終 那如果尤布丁用製造 在打我這個分段的玩家的話 應該是直接被秒殺 那MBL這邊是守得非常好 才有狠手的做 三個四個工程器製造所 也是出頭手 硬扛啊 終於扛住了這一波瘋狗流 奴炮的策略啊 那MBL也沒有在防守之餘喔 忘記進攻啊 繼續進攻往前給尤布丁壓力 尤布丁正面的地方 沒有辦法拿下來黃金這邊失守 這個黃金失守跟失守之後 待會就是慢性死亡而已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大家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訂閱 按鈕 訂閱 字幕提供 訂閱 按鈕 農 按鈕 按鈕 按鈕